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反手生胶的一些推档啊 拨球弹击的一些技术 可能有些球友呢刚从反胶改了生胶 然后如果是刚从反胶改到生胶的话 你还用反胶的那个动作有可能就会下网 因为生胶跟反胶相比起来 它的摩擦呢比较就是几乎没有反胶摩擦的那么好 然后第一开始学习的时候肯定是先学习反手拨球 这个时候呢要注意重心呢应该在两脚之间 然后稍微弯曲一下 然后这个动作呢其实和反胶是有一点相似的 首先这个肘呀这边要冲着那个要冲着右边 然后从这个位置 反胶一般都是在肚脐尔的左边这样出手的话 可能摩擦的效果会好一点 但是生胶呢它摩擦的那个系数比较低 所以一般都是从稍微偏中间这块出手 然后呢接触球的是球的高点 高点的时候动作往前拨 绕着这个肘往前转 这样往前拨 然后同时还要注意脚下的调节 因为打生胶的话可能那个对步伐要求稍微高一点 所以前后啊都需要进行调节 只有在合适的点的时候 你往前拨这个时候它那个回球才会质量比较高 而且还有一点是如果你是拨球的话 就应该是借力发力 不要不需要自己主动的发力 然后生胶弹击的时候不是每一个球都可以弹击的 一定要找到找好那个时间找好点 然后它的那个时间呢还主要是球的那个最高点的这个位置 然后球在身前的时候 弹击的时候前臂戴着手腕往前 一定不能这样就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数手上也没有数 不能甩手腕一定是前臂戴着手腕 然后球的高点在身前这个位置往前弹 如果球偏一点或者是球再往前步伐没有到位的话 你还是选择拨会比较稳妥一些 然后我来弹几个反手 当你找好时间找好位置的时候 才可以发力往前弹 然后一定要是前臂戴着手腕不能甩 这样就不行 这手腕不能一定不能甩 找好位置 步伐一定要跟上 这个时间弹的那个机球点是最好的 一定要在身前的这个位置 然后一般就是刚反手是升交的那些 反手是升交的球友一般是上拳球摆速应该是比较占优势的 因为反手升交可能打回去的球会比较沉 所以刚开始练升交的时候 一般有两个就是打比赛的战术 一个是发一个正手短球不是很转有点侧学 还有一个就是发一个反手长球 然后如果你是发一个反手长球的话 对方回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直接调你一把 或者是把球拉起来 如果你发球质量高的话 他拉的那个可能就是没那么威胁没有那么大 这个时候发完球之后就是升交嘛 一般用反交发然后倒板然后迅速还原 当对方拉过来或者是对方回球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重心一定要在两脚之间 然后如果是反手就直接对反手相持 然后到正手就是直接打摆速 还有一种战术呢就是发一个正手短球 不是很转有点侧上 然后对方挑过来或者是戳过来 可能就是击回球就可以直接打 然后如果对方挑过来又到了那个套路 两边连续队 我发一个你给我搓过来 挑 这个时候反手一定要跟上 这个步伐对发完球之后一定要还原 然后对这个步伐要求会比较高 这个时候可能就用到刚才的那个弹机的技术 它一般如果你发球质量稍微高一点的话 然后发到这个弱点好一点的话 它对方回球的那个质量不会很高 到正手你可以下杀手 反手呢也可以弹机 这边弹过去的质量会比较高 还有一个呢就是反手长球 在这里呢主要说一下 如果对方反手是 就是带过来的会比较好接 但是如果对方反手有弧线了加转了 这个时候如果你防守的话一定要借力发力 点不能太晚 在上升前期一定要贴住 如果它到了最高点它的旋转就出来了 一定要借它的力 贴住 如果你点晚了的话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说这个反手生交呢 它可以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威胁 但是呢就是自己在处理的时候 一定要找好低球点 然后身体步伐一定要跟上 前后有可能对方回球质量不高 会回比较短的球 如果你这个时候这样打 对于反手生交的话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一定要上步 一定要在身前击这个球 然后反手拨 反手弹 都要前臂戴动手腕 不能用那个手腕自己来动 这样会回球的质量就会比较高 哎呦 这个是波 然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乒乓生活和地风乒乓 然后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的视频 给大家进行一些讲解 谢谢大家